词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也发文称 刚录完节目 升了来了 真的太紧张了 真的 我一直在 昨天装耳挠腮 然后准备睡觉 一看才二时 可能想尽办法让自己逃离紧张的情绪 但是这张专辑终究是要和大家见面的 我也不知道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 我也不知道你的第一听感怎么样 但是无论如何专辑还是来了 反神代词 一开始我也很担心没有人看得懂 但是特别幸福的是有人懂 我也许可能这就是最震撼的那一刹那吧 希望大家听听希望你们能够听听这张专辑反神代词 希望和期待太多 希望希望 总之希望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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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吧 反神代词来了 谢谢你在 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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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二瞻先行曲 升楼科技感十足 唱出大片感 声音里有故事 听到升楼第一感觉就是震撼 就是那种旷达然后再找什么的感觉 带着歌词听第二遍会不自觉回顾时光吧 从我们00后出生到现在 这个世界发展的真的好快 十几年前的我们大概想不到现在一个手机就能畅通世界 同样我也想不到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像生活在梦境一样 一眨眼就活了20多年 随住人类对世界的探索 以前我觉得宇宙只有地球 后面看到奔月上火星 慢慢感觉到宇宙真的很大 位置也很多 就单单对于自然来说 互联网发达了 信息传递很快 我们看到的自然灾害就更多 面对天灾 未来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显得渺小 但是我们不害怕失去 因为生命何尝不是从无有到无有 不过正因如此 梦境一般的鲜活生命 真挚感情变成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总的来说 升楼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有意义的命题 谢谢深深 谢谢反深代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